代理走进神秘的朝鲜,花了750元,在朝鲜旅游,最大的遗憾是无法接触到普通的朝鲜人,只能在旅游大巴停车的间隙,拍一拍路上经过的行人。 大多数的人们,穿着都非常朴素和严肃,领袖肖像徽章几乎每个人都会佩戴。 我有一种感觉,就是朝鲜的人们虽然服装确实比较过时,但是精神面貌都不错。 通过我的观察和分析,关键的原因是在发型上。 在朝鲜,完全看不到蓬头勾面或者齐虚异发的人,男性普遍短发,女性或扎或批都比较正式。 这对年轻人的专属,算是朝鲜人当中非常接近于我们的。 男生T恤配牛仔裤,脚上还穿着一双奈克,女生牛仔上衣,下身还穿着紧身裤。 这个朝鲜女性探着卷发,穿着也很像中国人,通过她胸前的工作牌,我估计她应该是从事服务行业。 我定格了两个中国游客的瞬间,大家来对比一下中国大妈和朝鲜大妈的同宽时刻。 我们的大妈,专容讲究,还能看得出一些青春的尾巴。 那位朝鲜大妈其实也还不错,穿着一身职业套装,提着一只昆包,但明显我们的大妈更时尚。 接下来,我们另一位大妈出仗。 这位大妈主打的是一个休闲,破洞的牛仔裤,顶在头上的太阳镜,双手插兜的酷酷动作,朝鲜大妈再次拜北。 从交通工具上看,朝鲜的人们主要还是靠步行和自行车。 其实,按罗线的城市路况,机动车非常少,自行车出行还是非常不错的,舒适又安全。 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,也骑上了电动车。 在这个定格画面里,出现了两辆电动车。 这位骑着电动车呼啸而来的大叔,从大宽的眼镜和略兔的发量来看,像是从事理工技术职业,有可能是某领域技术带头人,再保守,也是国营大产技术股贯。 朝鲜人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?每月工资有多少?朝鲜旅导游简单回答了一下。 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位五百六百,我们一千左右也都不一样,可是你们中国的工资高,还有小费泡面的那么多,我们朝鲜生活费不太多,小费泡面的很少,都是免费啊,所以都可能没有压力。 这问题是国家给我们免费庞次,我们一人也很免费,家里也是免费的,他们都不滑进来,只要,只要,生活用品,比如说电视机,手机,生活用品,我们自己买的。 据说在朝鲜,涉外导游是妥妥的高薪岗位,至于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月收入,我暂时还没有了解到,如果要对比一下他们的物价。 这么一比较,一个月的工资,买一件漂亮衣服都够呛,当然,你要这么比的话,在中国生活,如果你买一件几万块的奢侈品衣服,许多人的月薪也是不够的。 在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下,钱永远是不够花的。 我安静的时候算了一下,一个月两千元人民币的收入,能过上的生活,其实好于历史上所有朝代中的普通人。 一个月有六千元,我敢说,你的生活质量高于古代的皇帝。 古代的皇帝就算花钱,他是享受不到空调和电视的。 你一定说,古代皇帝比你轻松。 你要是稍微了解多一点点的历史知识,你就知道皇帝比你累得多。 皇帝早上四点就起船读书,想要赖一会儿船,太监就不停地在船外像叫魂一样的交换,直到皇帝起船。 皇帝的日常就更不用说,连摸鱼的时间都很少。 看看雍正皇帝的话,他最爱画在河边钓鱼的人。 可以说,他做梦都想当一个带着几个馒头去钓一天雨的人。 你一定又会说,皇帝三公六院这方面条件可太好了。 可是你知道吗?皇帝的每一次刑犯都要报备。 近世皇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为受孕的证据,整个活动根本谈不上个人隐私。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,还有时间限制,一般为三十分钟。 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,太监就会高呼。 时间到了,皇帝如果没有回升,他就再次呼叫。 如此反复三次,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。 最后,妃子背走了,信也少了,事情还是得记在本子上。 我就想问,你还想当皇帝吗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敬请关注朝鲜故事第九集。